倒读,欠债还钱,天经地义,但总有那么一些人,厚着脸面拿着别人的钱,游山玩水,享受生活,就是不还债,一复活的先安里得的丑恶嘴脸,人品过不过关,看他还钱的样子就清楚了。 华人首富李嘉诚曾经说过,这个世界上,没有必解钱更难的事,在这个赤裸裸的社会,一个人肯把自己的血汗钱借给你,不是因为啥,而是因为把情仪看得比钱财更重要,更不是因为钱多,即使是个大富翁,他的钱也是靠他多年的艰辛奋斗得来的。 任永远都要感谢,在你卷入低谷的时候,那个拿你一把的人,鼓励你向前的人。 在这个人情保暖的社会,这种情义是何等的难得,然而,总有那么一些人,忘恩负义,甚至反咬一口,借钱的时候说得声泪俱下,信誓旦旦,让人不忍拒绝,一到还钱的时候,完全换了一副嘴脸,指责对方没有情义, 这么点钱还便记着,真不够朋友,然后就打发别人走,说过几天就还,然后就没有下文了,真可笑,钱账的反而成了大爷。 大学的时候,有一个被称作风雨人物的向右小肖,这个称号是由他一直借钱帮金还得来的,几乎和他认识的人,都借过钱给他。 大一的时候,我和小肖是隔壁宿舍,一来二去,就熟悉了,有一次他很为晚的问我,能不能把热帅卡借给他今晚用一下,他拿钱还给我,他热帅卡没有钱了,他明天就去冲。 我心想,也就一次,人总有困难的时候,赶紧说,没事没事,你拿去用吧,不用还钱了,但这一切就遥遥无期,整整半个学期,每晚都来我这里拿热水塔去打水洗澡,每次都有理由。 不是他太忙了忘记冲了,就是那里没有开门,直到我热水塔冲的五十元都用完了,他都丝毫没有愧疚感,没有急过他分弹一部分钱的事,五十块,对于别人来说,可能不多,但对我来说,特别多。 那一年,我家里的小生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,如今断链,一时间连五百元家里都拿不出来,过一个月的生活费, 仅仅仅三百元,那是二零一三年的时候,我经常吃白饭才得以生存下去,在那种情况下,我身上真的没有闲钱,没有再去充水卡了,只能和他挑白了,对他说,我们热水卡各奔一半吧,里面完全没有一毛钱了,他居然这盘否认了,说只用过一两次,后来我的素友帮忙作证了,他才不清不悦的答应了, 隔了一个多星期才还的,当时小小的生活费每个月一千元,完全没有经济压力,是我的三倍多,后来才得知,小小一直都是这副德行,从大一被整个宿舍孤立, 大家对他都唯恐不及,说好剧剧参AA指,大家去探过后,都自觉把钱还给付款的那位同学,只有他每次吃完后都假装傲气了,而且每次他都吃得最多,大家一提,让他还钱的事,他就总是假装战于话题,直到宿舍所有人当着他的面,让他必须把钱还了, 他才拿钱出来,久而久之,大家都对他恨之入骨,借钱看人心,还钱看人品,一个人,只有在利益冲突的时候,才能看出他的真心情,钱果然是个好东西,人品最好的时间是,二十年前,邻居小七向我家借了二百元, 那时候,二百元是不小的数目,我爸爸当时的工资一个月才三十六元,处于两家交警,我父亲毫不犹豫地借给他印记,但是也嘱咐他,两个月之内必须还,我家也是普通家庭,这两百元也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,需要这些钱来维持基本的物质生活和人情往来,小七感激不尽,也答应下个月他发工资, 马上还给我家,然而,别说两个月了,直到现在,过去整整二十年了,小七都没有把二百元还给我家,他家现在的经济相当不错,自己开办着陶瓷贸易公司,家里有好几套房,小轿车也有好几辆,其中还有一辆是奔驰的,二百元对他来说,根本不在话下,而且这期间小七的姐姐还问过我们, 是不是之前像你们的二百元还没有还给你们,事实证明,他们家完全记得,就是不还,早年前,我们家也有意无意地说过好几次了,但他就是表面答应得好好的,转身就假装忘记了,这二百元钱就像打水漂一样,有志无魂了, 我们家也从此再也不会与大家交心了,我家把他当朋友,他把我家当傻逼,我们在意的不是这点钱,二百元对于我家的现状,也总是不大,只是小七有钱不还的丑恶嘴脸,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,这种感觉就像吃了苍蝇一样的恶心,也好,这点钱看清楚他的真面目,值得了, 我忘记了,多少情意,是于交心,是于钱财,好友小小,也最近遇到了一位欠钱不还的混蛋,暂且称为小雪,弄得他心情很糟糕,小雪还是小小曾经的好朋友,高中的同桌,如果不是遇到这种事,可能两个人的情意还会一直持续下去,情意是小雪称他的钱包掉了,钱包里面装着手机和现金, 现金是他这个月刚刚发的工资,问小小能不能赚给五百元,等他父母给他打钱来,他立马归还,小小考虑到他家境普通,现在又丢了手机和现金,肯定很拮据,加上之前的友谊还可以,就连忙说,没事,一半年内还金就可以了,你信用着,令人意料不到的是,这一年过去了,小雪还没有把五百元还, 在台上,悠悠就得晚上小雪提出,五百元什么时候还给他,他们都刚刚毕业,都没有什么钱,他也需要这笔钱来改善一下生活质量,小雪表面答应得好好的,说这两天还,让小小放心,比他俩的交情,不会跑掉的,这可让小小傻傻眼了,他怎么也没有想到,小雪是他之根之底的人, 竟然做出这种事,这么不要脸面的事情,都做得出来,小小说,等放假回去,马上去小雪家找他要钱,既然小雪都做得这么绝情,那他也不需要给小雪脸面了,担着他父母的面,拿出证据,让他还钱,毁掉一段情意, 最好的方法就是,钱钱不还,钱,借出去的是情意,还回来是天经地义,无论对方就没有钱,富不富有,都不能成为你不还钱的理由,对于那种倾钱不还的人,我们不需要跟他讲脸面,他要是有良知就不会这么做了,直接简单了断的把钱要回来, 从此,与这个人绝交,不用有任何的负罪感,人性交往中,都喜欢自己占的便宜,没有谁是傻子,会让自己一直吃亏,大家相处久了,你做得好不好,大家心里自然有一把尺子来衡量,只是表面上不说出来,全是小事,但是人品是大事,人品不行,一切都等于你,他会让你前进的道路,困难, 而重重,阻断了你无数向上发展的机会,实在得不偿失,人生在世,真正你好的人实数不多,请珍惜那些肯在黑暗中拉你一把,无条件借钱给你人,滴水之恩,必方永泉相报,千万不要再把对你好的人弄丢,他们在走,就真的只剩下你自己了,一辈子,那么长,谁都会遇到棘手的事情, 资金招转不过来的情况,在这种情况下,请求朋友的帮助是无可厚非的,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朋友的情意记在心上,并逐迹归还上借钱的数目,实在是不得已,归还不上的,业务必打个电话,或者发个信息说清原因, 证明你并没有忘记,一直记在心底,让别人放心,同时也对你的为人是一大肯定,然后在有钱的情况下全部还清 也只有这样,在Livina的时候,大家才会伸出援助之手,帮你渡过难逛,你在社会上行走才能畅通足足,受人尊敬,事业才能保持永久的辉煌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